不管男性女性到了中年 肚子不知不觉大了起来 但大肚子其实还分类型 你认为自己是什么肚呢 鲁鱼包饮包食 应该鲁鱼肚吧 不管是小腹婆还是大肚男 其实成因不同 肚子大的样子也不同 小腹肚是肚脐以下 肚不凸起 通常女性比较多 大多是因为久坐不动 惊奇不顺或是长期便秘造成 另外压力肚 肚子连带腰间坠肉整圈肥胖 主要是因为压力荷尔蒙刺激 食欲上升脂肪囤积 压力肥的话它比较大的特征 就是它的体脂率会比较高 轻松就能捏起的铭鱼肚 不仅是坐下会有两层游泳圈 通常全身也是肥软偏胖型 这是因为长期大鱼大肉造成 再来全身不胖 只有肚子特别大 甚至会有点硬的是啤酒肚 顾名思义就是饮酒过量 或精致糖吃太多 四类型的改善方法也不同 想小小步度得多喝水多运动 压力度先导正生活作息 早睡早起再放松心情 两层游泳圈的铭鱼肚 除了天天多吃蔬果 肉类不超过1.5个拳头大 至于啤酒肚就是少饮酒 不吃太甜太油的食物 连含糖饮料最好也改成无糖茶 不如啤酒肚就可以消风 有一些是压力肥 也有些人他可能会习惯冥想 我们铭鱼肚过度加工的饮食 想要挥别大肚人生 先知道自己属于哪一型的肚子 对症下药才能透过适合的改善方法 让小妇婆或大肚男都成为型男型女 记者综合报道